这段时间是长袖花花药分化的阶段 这个时候给它浇一种雪 有利于长袖花枝头挂满花苞 让这个花苞更大开出的花色更加鲜艳 这种水就是蒸根蒸花形营养液 使用非常简单 一毫升对一千毫升的雪 每隔十五天浇灌一次 我们可以喷丝烟面 也可以直接灌根 如果你接着长袖花还没有长出花苞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阳光中除 通风量好的位置 起到光好作用 更有利于它花药分化 第二个就是补充灵艳素 这样更有利于它 冒的蛙包更多 而且还能延长蛙漆 喜欢长袖花的花苞们 赶紧行动起来 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好了 再见